列车前方到站 泰河东站 The next stop is 泰河东 Wailway Station 泰河县 它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老婆的家乡 它绿属于安徽省的复阳市 地处黄淮平原的南端 在复阳市和博州市之间 今天我就用我的视频 带大家看一看这座我所爱的城市 泰河县全县总面积1867平方千里 下辖31个乡镇 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常住人口130多万左右 是一个妥妥的人口大县 泰河县自秦朝开始界线以后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 先后更名为 新阳 夕阳 敏阳 万寿 泰河 直到原大德八年 泰河县把县制移到现在的位置 并将泰改为泰 泰河县名 一直延续到今天 泰河县的名胜古迹遍布境内 我现在所在的文庙建筑群 占地4620平米 始建于元代的大德八年 迄今700多年的历史 是安徽省保存最完整的文庙 它代表了泰河县的古老文明 上万亩的沙野河湿地公园 从泰河的瑞镇梗楼水利枢纽 一直延伸到泰河县城的二桥下游 全长13.5公里占地714公顷 是泰河人平时游玩打卡的好去处 泰河县是著名的书画之乡 拥有国家级的书协会员39人 美协会员19人 省级书协美协会员 共计数百人 这句话是描绘泰河县医药高地的最好注解 泰河县作为全国著名的医药集散中心 生物医药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泰河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个 同时拥有两个三级家的医院的县城 泰河中医院是全国首家县级三级家等中医院 泰河县人民医院是安徽省第一家 县级三级家等综合性医院 泰河县拥有两所省级示范高中 泰河中学 泰河一中 每年都在为清华北大等国家级重点院校 培养着不计其数的优秀人才 你们知道吗 正宗的安徽板面就是来自这个县城的 你们在外面吃过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就是泰河人把羊肉板面改良以后 带向全国各地的 所以呢 这里也可以被称为板面的故乡 泰河的夜色 虽不及大城市的年红璀璨 但它拥有小城的温暖和亲切 如果你静下心 就会发现 这里的夜空其实很美 路灯也很亮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在县城里面生活 每天我可以过得很慢 从来不用赶时间 无聊的时候 我知道哪条街热闹 哪条街好玩 饿了我也知道 哪家的东西我喜欢 哪家的味道我熟悉 我在这里生活的乐趣在于 我可以把喜欢的美食吃到过瘾 在细碎的烟火中发现美好 当我已经开始融入到这里的时候 无论从哪个角度 哪个方面 我都能够感受到 这是一座充满爱的小城 如果有机会 欢迎喜欢这座小城的朋友们 一起来泰河 是大车酒 我们一起炸一颗 炸一颗